董姿董姿的音樂 就是充滿歡笑聲 炎炎夏日來水上樂園消暑 一年一度的宜蘭童萬節 吸引破壞人前往 但這樣的情形 也讓部分住家 覺得用水量減壓許多 住在附近的居民發文提問 這幾天住在五節鄉的大家 晚上有缺水嗎 有人回覆是童萬節需要嗎 查了水來水官網 報告提到從14號晚上10點半 到隔天清晨2點 五節鄉 羅東正 東山鄉會暫時停水 但也有人提到 起氣時間根本一直往後夾 停水時間不只兩天而已 讓人覺得好困擾 每年童萬節的用水的部分 那縣府都是有專案向 自來水公司申請專管的用水 並簽訂契約 那這個部分原則上 是不會影響民生用水 一方面是整個極端氣候 導致原水不足 二方面是旅遊人口的增加 使用水的一個量的增加 第三方面就是我們發現到 在圍陽路跟純津路口 有一處漏水 原來平常用水突然 減壓停水的原因 童萬節導致只是一部分 在活動期間 用水突然減量 不免讓人引發聯想 記者林醫生 李家彥 宜蘭在訪報導 我是陳俊根 從採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